就在不久前一个寻找丢失孩子的志愿团体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燕子说 她接到了团圆行动民警的电话 经过基因比对杨素慧女士丢失的孩子徐建峰找到了 又一对离散多年的亲人终于团圆 但是让人悲伤的是这是一个迟到的团圆 因为早在五年前杨素慧就因为寻子鸡老成疾 患癌症去世了 如今经过多方的努力寻找回来的儿子 只能抱着母亲的相片伤心流泪 是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电视剧编剧 可能都不忍心写到的一个桥段 但是却真实地发生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1991年浙江女子杨素慧四岁的儿子在广州被拐 此后她就和丈夫离婚 独自寻子 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 就是她在寻子的路程中拍下来的 她可能想告诉孩子 你看 妈妈为了找到你走了很多的路 但是这一切妈妈都不曾害怕 因为妈妈相信 我最后一定会找到你 但是她可能也没有想到 寻找的旅程是如此的艰难 甚至是无望 她为儿子哭瞎了一只眼睛 此后又患上了肺癌 但是她带着药瓶继续寻亲 要以死神赛跑 在倒下之前想要找到儿子 据一个寻亲家长杜小华的回忆 2013年左右电影《亲爱的》开拍的时候 她在广州认识了杨素慧 杨素慧当时的脸色已经十分的苍白 身体状况很差 看起来像六七十岁的人 她一个人找孩子还要照顾大女儿 当时她的肺病已经非常的严重 寻亲家长们也曾经帮助她筹钱 也有人主动到医院去陪护 所有人都想帮她一把 但是2017年杨素慧仍因病去世 去世的时候她才50多岁 很多家长都觉得对于杨大姐来说 寻找孩子是她一生当中最放手不下的痛势 于是寻亲家长每一次有活动 都会把寻找徐建峰的信息也一起挂出来 就在今年二月志愿者燕子 联系到广州当地的媒体记者 讲述了杨素慧的寻亲故事 报道开发以后没想到在网络上激起了浪花 重庆警方利用了相关技术 比对到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 随后广东惠州广州深圳警方通力合作 最终确认生活在广东惠州的一名男子 就是徐建峰 那得知了这个消息呢 很多人是既开心又感到伤感 原来在这其中呢 还有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细节 就是这个徐建峰呢 曾经还是杨素慧的微信好友 几年前呢 他看到一则母亲多年坚持寻找儿子的报道 认为刊登的这个小孩图片呢 和自己有点像 于是就立即拨打了电话联系上了对方 而且还添加了杨素慧的微信 但是当他把照片提供给他们 大家分析之后认为不太像 有一些特征没有对上就给他排除了 谁知道一次相认的机会 就这样错失了 在得知杨素慧去世的消息的时候 他还曾经流言哀悼 冥冥之中造化弄人啊 母子两人呢 也曾以这样的方式在网上相聚 又在网上分离 他们互相在网上陪伴了对方很久 却到最后都没能和对方相认 现如今呢 徐建峰终于被证实 就是他的孩子 这对坚守26年寻子之路的母亲 杨素慧来说应该是放心了 他若全下有之也可以放心力去了 可是啊 这一切如果能早点 再早一点 让他活着的时候 就能知道这个好消息 能握住自己孩子的手 再抱一抱心爱的宝贝 那该有多好啊 活着在人间 愿天下无怪 愿人间再无这样的悲剧啊